大家好,网友,今天情感的方面, 我简单的举个例子吧, 有些女网友,我认为她很粗鲁, 这个就是女网友的微信女网友, 是在我另外一个账号的, 就是紧急病人账号里, 一般人家加我微信, 我先加这个账号, 因为我网上的一些中文网站的程序APP, 全是在这个手机里面, 就在那个另外一个病人手机里面, 就在iPhone里面, 所以都让你们先加我那个账号, 这个网友呢, 名字其实他好像, 这里好像看照会, 但是他不叫照会, 可能是另外一个, 具体我不清楚, 我也没有问过, 他早上起床了, 我是晚上了, 起床了起床以后呢, 好了, 他就跟我说早上好, 早上好, 我再看一下啊, 他是谁呢, 他是应该说是, 可能是南方的北方的, 我不清楚, 他反正给了, 他好像现在应该是在, 好像在困民吧, 他给我照片, 是在做什么事情, 我忘了反正, 因为这件事情, 你上了星期, 到几号之前看见, 事情出了, 他反正, 起床了, 一开始讲话都很客气, 他声音也不错, 挺好听, 照片好像也发给我, 展现好像也不错, 但是晚上起来以后, 他早上起来, 他就跟我说早上好, 早上好, 那么我就马上就感觉已经好像不太对, 因为我这个人讲得很认真的, 很用心的, 我就, 那这就是我给他的语音, 他来听一下吧, 你好, 你向我问早上好, 你不知道我这, 我跟你一时差吗, 不是, 我让你发给你的, 你这早上应该是我在什么时候, 好了, 发给他以后, 他就马上说, 你是个不动礼貌, 又能相处的, 又太自负的, 希望好好调理好, 再去找对象, 他就这样跟我说, 大家看到了, 这个后来我马上就一下子就是批评他, 我批评的话, 反正就是, 也就是说他没教养吧, 反正就, 也不是, 反正不是错话, 好吧, 我就因为我拍视频, 我也手势去拍A, 我的, 不怎么样, 反正他好像他还没有把我贴出去, 好像我也没把他贴出去, 好像, 因为, 可以就这样吧, 有点确, 好, 但是, 你会让我来,